可能你現在在聽的是神芒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魔看編輯部、正向部浪費冷氣和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講講另外一件事在台灣地區正在發生的 在台灣當然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立法院門口出現了一個佔領行為 這個佔領行為究竟是什麼呢? 現在有些人出來講 其實還有一個議員 就是在台灣那邊說這些話 因為2月的時候 在澳洲就有一條目標叫做圓紅兵 圓紅兵就披露了中國的統戰造戰機畫裡的內容 這個就是圓紅兵2月的時候說的 他就說接到習近平的指示之後 中共國台辦就迅速行動起來 就在1月27日 就向習近平和王滬寧提交了一份文件 題目就叫做 佔領台灣立法院制高點的統戰戰略要點 昨天就有一個人出來說 現在應該是真的了 那麼 他的內文說 會運用議會改革的名義 提出立法院的調查權 總統的質詢權 反台獨法這些法案 即使這些法案一時難以通過 也足以造成立法權的混亂 甚至停擺 進而有效地降低總統賴清德的執政效率 這些說法是很無稽的 但是現在很多分析的人都說 這個真的是真的 真的 即是 現在民進黨的立委 也挺漂亮的 叫王哲 他出來說 他就說 現在這個劇本 其實我很討厭那些人說劇本 哪有這麼多劇本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不是什麼劇本 你說是做局的 有些人專門做了一個局 所以有劇本 有太多事情 不是你可以控制得到的 尤其是你在台灣地區 你覺得大陸那些可以控制得到台灣地區 如果大陸可以控制得到台灣地區 就不用做軍演 因為我也很老實地說 這些陸營的人 是沒有腦子去說的 不過 信陸營說的那些人 都是沒有腦子的 我也要說 他說 這個國會人大化 台灣香港化 不是危而慫聽 就是中國正在做的事情 你們另外一個論述 就是綠營的人 他們的論述就是 中共也沒有管過我們一天 那 為什麼現在 有出現這些問題 又說是中國共產黨搞出來的 神經病的 根本我就告訴你 他們那幫人精神分裂 其實是 黃哲那些是好笑的 他就說 希望台灣人民可以團結 現在 中國對台灣民工武嚇 國會 就開始瓦解台灣的民主 其實國會怎麼瓦解台灣的民主 其實他們沒有論述的 不過他們是口號式的 你們聽聽這些人說話 就是這樣 他說 沒收台灣民主是多麼恐怖的事情 已經不是黨派的問題了 是台灣基本的法治 民主自由都被摧毀 但是現在在外面搞的 佔領那幫人 是民進黨的人 那國會是大家選出來的 他們的引號 當然要加上 立法院那些人 是大家民選出來的 好了 一個民選出來的 是不是沒有權力去 擴大國會的權力 沒有權力去做 不是的 因為其實 台灣他們所謂的引號 那套民主制度 他們有很大的缺陷 就是 你沒辦法監察那個總統做什麼 其實現在國會拿出來 拿調查權 他們不是說要管那個總統 而是質詢總統 這些是合理的事情 其他地方的議會 是有這樣的權力去做這些事情的 可以質詢總統的 不過現在當然要加上引號 但是你看看他們那幫人的論述 是亂得不得了的 他們就說 現在就是 你在摧毀我的民主 但是 他們好像在摧毀這套制度的人 就是你民進黨的人 因為你在制度裡面 贏不了人 你就在制度外 搞一些民間運動 每次都是這樣的 你在制度內 贏不了 就搞其他人 我就覺得 台灣地區 其實他們是沒有什麼運行的 在這些事情 為什麼說這些事情沒有運行呢? 其實 他這個王哲 他說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很空泛的 句句話聽起來 對於信他說話的人來說 都是好像金石良賢 但是他沒有根據的 全部都說那些事情 還有 說 他自己示範了 可能觸犯反則詢 滅視國會的例子 那麼 哈哈哈哈 權力是要制衡的 我先加上一個引號 中華民國那套制度 就是五權分立的 孫中山先生弄出來的 但是那些五權 是有需要的時候 是會制衡大家的 現在你們 民進黨在台灣地區搞的那一套 他們已經把民主等同自己 這個民主進步黨 民進黨把民主等同自己 所有反對他做的事情的人 都是反民主的 你是不是瘋了 現在是 王哲這個立委 所以他就出來說一下 先加上一個引號 他說國民黨通過這個惡法的寒蟬效應 已經開始了 官員 就不敢做多一些任何的問答 無論什麼都只能夠說尊重這個大院 因為他們進一步詢問 就說反則詢 不回應就滅視國會 其實沒有這些事情 這個王哲就說 這個法律通過不僅是寒蟬效應 而是質詢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沒有意義呢?我想問一下 質詢一些官員做事 為什麼沒有意義呢? 香港立法會 都可以質詢一些官員 這些官員不是很大的 雖然超哥提出意見的謝偉俊 提出意見的謝偉俊 超哥就說想起黑暴 但是問題在超哥那裡 是不是? 不是在制度那裡 制度是對的 是要質詢一些官員的 這是正常的 Mavik Wong就說 如果把說話的內容 由台灣換到香港 都以為是香港立法會議員說的 因為都是狗說死 他們是這樣的 當然現在 你說法律是否通過得很荒謬 他們現在民進黨的論述 就說法律通過得很荒謬 官員連回答都不敢回答 這種違憲礦權的內容 其實是不是違憲 其實不是的 它是根據憲法的權力去做 如果立法院通過一些法律 是違憲的 你可以用憲法收皮 在法院那裡 對不對? 你又不是 現在民進黨的操作就是 搞一個政治運動 然後還要 中國背鍋 哈哈 你在立法院門口 弄一大堆東西出來 然後就 要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搞出來 哈哈 你老美 你是不是瘋了 黃哲這個人其實 很離譜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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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還說 其實很多時候 現在 我講的東西最慘的 這個世界 最慘的就是找個美女出來 跟你說一大堆 沒有道理的話 沒有根據的事情 而有一群人 就是相信那個美女說的話 在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在台灣地區這個王哲就是這樣 找個美女議員做九級四 在這裡出來說一大堆東西 說完之後 哈哈 全部東西都是虛構出來的 哈哈 其實他是虛構的 他說 立法院什麼時候監督人民啊? 其實 現在他們也不是監督人民 其實他們 你到底 他們現在 那個立法院的擴權 是監督一些官員 官員 官員 不去回應才會有刑責 這些在外國也是一樣的 官員不回答問題 其實就有問題 這是事實 你有行政權的嘛 你要 回答 立法權那幫人 即是有立法權那幫人 去問的問題 你是執行的嘛 你是行政的嘛 是不是? 行政那邊也可以問你 立法那些人 有沒有做對的事 因為其實是一個 你說是互相制衡 又可以 你說是互相監督又可以 這個字眼是不重要的 正確就是要互相監督 因為 現在民進黨在台灣地區 就是隻手遮天 哈哈哈哈 還要誇張到這個王節 我告訴你這個世界 真是乳不驚人勢不休 這個阿姐她還說 她說 這些法律很恐怖 會令台灣回到戒嚴狀態 一般人的權益 都可能受到侵害 都可能受到侵害 這些是騙人的 其實民進黨最糟糕的地方 就是找一個美女 跟你說一些騙人的事情 有些笨7人是相信的 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最慘的事情 羅羅107就說 香港用這招騙人買路千古很成功 其實就是 找幾個美女跟你說話 什麼都相信她 老爸姓什麼都不記得 台灣人就是用這招 民進黨就是用這招 哈哈 找一個美女的立位出來 做了所有狗說的事情 哈哈哈哈 根本呢 說的話全部都是假的 其實是 又說 侵犯官員私隱那些 罰你20萬之後拿去坐牢 那些 現在國會就是這麼恐怖 其實 這個 如果國會是這麼恐怖 這個立位 麻煩你辭職 我也說過現實 哈哈 雖然我不是台灣人 但是你說得這麼恐怖 還有那些條文 其實藍白那邊的議員出來說 民進黨的人都看過了 哈哈 所有立位都看過了 這些法律是 哈哈 基本上就是找一條女兒出來說謊 在那裡騙人 哈哈 滴丁就說 高達卡通片也是用這條橋 用美女去誘惑人 很多人看到美女的父母姓什麼都不記得 哈哈 死定了 父母姓什麼都不記得 哈哈 你老美 Billy Man就說 似曾相識 香港手足曾經他們訓練 其實有些東西作出來 你是可以分辨得到的 就是真假的 有些東西 你只要抽離一點去看 很多時候都分辨得到是真還是假 但是當你找一個美女跟你說話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 那些真假 就分不清了 其實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已經溫溫彈彈彈 看到那個美女已經 那些人已經是 已經變成了 哈哈 那麼 輝日人類命的共同體 他就說 統台部署就像司馬超說 不急於攻打屬國 因為現在 打贏都還要養他們 而他們的管治治會 越來越難 讓民心自然加入 爽藝 哈哈 那個實情 就是台灣地區 他現在搞這些 就是立院佔領那些 是多餘的 他把整隻鑊 就飛過去給中國共產黨 其實 你說 如果中國共產黨做的事情 在台灣地區 是可以做到 這個什麼 佔領台灣立法院 制高點 統戰戰略要點 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如果真的做得到的話 很多事情不用做 這個現實是 黃節就說 現在坐實了 我心想 你怎麼搞的 這些 這個立院衝突 是有幕後黑手 現在在說 其實我也很老實說 那些內容 就是佔領台灣立法院 什麼制高點 那些 那些內容是錯漏百出的 其實是亂說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他說 這件事情引到 中共各國省市自治區的 統戰無政協 地方國台辦 哈哈哈哈 是亂說的 其實 時間是錯亂的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件事是假的 他找一條美女出來說 很多人都相信 但是我告訴你 這件事情 第一個破綻是怎樣 時間錯亂 大陸沒有辦法 還沒預約才知道 韓國瑜可不可以做到院長 那時候立法院院長 是不知道的 其實 還有 這個傅昆琦 是之後才做了總召集人 因為之前還有 一個叫賴是寶的競爭 第二個 我告訴大家 就是在大陸 有些字眼是很小心的 會不會寫台灣立法院 我就告訴你 一定不會 一定 就叫台灣立法機構 還要加一個引號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告訴你 余同兵是亂說的 余同兵為什麼是亂說的呢 對台的問題 是不會去到各個省市自治區的統戰部和政協 是不會的 其實 那些政協會不會管得到對台事務 是不會管的 我告訴你真話 根本有些事情你是不明白 那個袁紅冰 其實根本 一向都是作假的 你腦尾 他一向都是作假的 袁紅冰 我告訴你 他在2009年的時候 他自己看到大陸內部文件 2012年 要實現 和台灣政治統一 2016年之前 就扶植另外一個黨 做台灣的執政黨 哈哈哈哈 那個黨就叫做台灣社會民主黨 那就是 台灣社會民主黨 就是中共成立的 如果根據袁紅冰的爆料 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台灣可以做這麼多事情 事實上當然是做不到 有些事情 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瘋的 就是 袁紅冰說的那些事情 不僅有台灣人相信 有些大陸人也相信 這個混蛋 證明了 有個美女說 那個王哲出來說 我心想不是吧 就是這樣說 如果 袁紅冰說的事情是真的 其實是可以 就是 捉這個袁紅冰 台灣當局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是一個重要證人 可以把台灣社會民主黨 韓國瑜 傅崑琦那些人 就是 因為台灣有一條法例 叫做反滲透法的 可以把他們全抓 哈哈哈哈 沒有證沒有句 這些人是在狗說的 喏 佳佳佳就說 整天說 真的不知道 你有什麼事情知道 不如不要課金來聽 這個佳佳佳 你這條佳佳佳 你是仆佳中的仆佳 我又告訴你 我回應一次你了 這些狗蛋 知道的事情我會說知道 不知道的事情我會說不知道 每次都要說知道的 這些 就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什麼都知道 是你這條佳佳的做法 你還要自己做佳佳佳 你三個佳佳 你三個佳佳 你三條佳佳 混蛋 今天很少罵人 終於也要罵人 因為這條佳佳 是亂來的 因為我 剛才說的話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說我知道的 這條佳佳佳佳 你這條佳佳佳 休息一會 預警播一播金將軍 一部吧 我喜歡查一下金將軍 親密的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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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女 好嗎 食物 像水 乾脆 可以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